或者坐了出租车,你还是要走路 老师每天早上来上课,也要走路 我现在还在走路,每天都要走路 那这个词有什么问题呢?没有问题 它其实是,它是一个在汉语理念 因为我读我的,怎么说,Master 我的硕士的时候,我学的是Linguistics,语言学 所以在汉语的语言学里面,我们把这样的一种东西叫做语素 这个很难,听不懂没关系,我只是介绍一下 可能你应该知道,是吗?语素 它是一个语素,它在汉语里面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可以用来组成很多的词语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是很专业的东西 不说了,我们说点简单的 好,比如说路,我们可以说 在汉语里面,我们可以说公路 你看,它是不是有一个路? 它是一个语素,它可以用来组成很多很多的词语 比如我们说公路,这个是一个书面语 那它的口语怎么说? 我们说马路,the same 完全相同虽然的词语 如果你听到中国人说公路,或者你听到中国人说马路 意思是一样的,它是口语,它是书面语 好,我们还可以说,比如说这是一个村庄 知道村庄吗?村庄 村庄,这是一个村庄 这个地方呢,有很多mountain,有很多山 然后它的这个路都是在山里面 大家知道我们云南有很多山 云南的很多路都是在山里面的 这样的路我们叫做山路 说明它这个路不是像这个路一样的,很好走 它那个路是在山里面的 绕来绕去很难走,开车的话也很危险,山路 比如你去乡格里拉,或者你去丽江 你如果自己开车去,你就会走到很多的山路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说水路 假如说你现在要坐船 你不想坐飞机,你也不想坐汽车,你想坐船 那它在那个大海上走的那个路我们叫水路 水路,山路,公路,马路 这个路其实它就是用来组成词语的一个路速 好,这个没关系,知道就行了 不是非常重要 你知道什么是路就可以了 它呢,在汉语里面它可以用来组成很多很多很多的词语 甚至于你们每天都会internet上网吗 好,上网 每天都会上网 我们把这个叫做,在汉语里面我们把internet叫做网路 非常好 就是我们觉得它,就是有这样的说法 没关系,不知道也没什么 因为路在我们的汉语里面它可以用来组成很多很多的词语 其实你不需要知道太多 你只要知道什么是路就可以了 在山里的我们叫山路 在海上的,在水上的叫水路 然后一般的这种汽车走的,人走的 我们叫做路路,马路 好,我突然想起来 因为我们班的很多同学都会英语 有的同学呢,英语直接是自己的无语 在英语里面有一个词 我的英语老师告诉我的 对吗?有吗? 告诉路路 非常好,汉味 我们在汉语里面翻译过来就叫做高通通路 空路要去天路 公路 好,公路,好,你说的,这个 在英语里是不是还有这个词? rearway 没有错吧,这个就叫铁路 铁路是什么?什么走的? 飞机能走铁路吗? 汽车能走吗?什么能走?非常好 如果你坐火车,那他走的就是铁路 人能走高速公路吗?非常危险 因为速度很快,所以高速公路应该是汽车走的 在中国人是不能走高速路的,因为非常危险 现在山根,前路还是空路 天上的路,飞机走的 天上的路,飞机走的? 没有 飞机走的,我想想我们怎么说? 航 差不多,航路 其实,我们说航路有的时候也会说航线 飞机走的,我们一般叫航路或者叫航线 更多的中国人一般是叫航线 比如说,我要回德国 好,我问问我们这个同学 你如果现在要回德国,你要怎么坐飞机? 你从昆明坐到哪里? 北京 然后从北京到德国,是吗? 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 好,我明白了 那你到了法兰克福,又怎么到德国呢? 法兰克福就是德国 就是德国,好,对不起 又不是我家乡 我明白了,我明白 你到你的家乡你就要坐汽车,是吗? 不是,要坐飞机去 还是坐飞机 是 好,好,那我就可以说 他回德国,要经过几条航线 第一条航线,从昆明到北京 这个是第一条航线 接着第二条航线,是从北京到法兰克福 这是他的第二条航线 第三条航线,因为他的家乡不是法兰克福 所以他可能还要从法兰克福再坐飞机到他的家乡 所以我说航线,其实在飞机我们一般很少用度 就是用线了,但是如果是高速冲度或者铁路 我们用的程度,好,知道就可以了 接着,看,往下看 二十七,快吗?我的速度快吗? 二十七,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词词 左,顾,右,盘 这个呢,no.what?没有为什么 如果你问我,徐老师,为什么是左顾右盘 不是上顾下盘,不是七顾八盘,不是九顾十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这样说 这样的词叫什么? 四个字,四个字的,在汉语里非常多 叫什么?成语,非常好 我们有同学告诉老师了,叫成语 对了,还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告诉老师 汉语为什么难学?其实我觉得汉语最难学的 同意吗?汉语最难学的其实是成语 在成语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中国文化 如果你要想了解中国文化 那你一定要学习中国的成语 如果你,比如说一个成语 比如说这个朝三暮四 有同学就会说老师我真的不懂 那我告诉你这个成语它是有一个story 它有一个故事 你知道了这个故事,明白了这个历史 你就知道了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叫朝三暮四 好,我一个一个的来讲 昨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 昨天我们学习了反应词 好,老师再问一遍 粗的反应词是什么? 西 非常好,粗的反应词是西 胖的反应词是? 瘦 大的反应词是? 小 亮的反应词是? 暗 很好,亮的反应词是暗 好,大家看 左 left 反应词是什么? 右 right 好,所以你看这个词 左右 反应词 左右 反应词 好,我问老师 上 哎哟,我说 这个是上 它的反应词是什么? 下 上 这个是下 上下的反应词 OK 好 早晨的反应词是什么? 现在是morning 早上 它的反应词是什么? 中午 晚上 evening 就是 早上和晚上 它是一对反应词 那我告诉大家 在这里 朝 有同学中问我 老师什么意思? 朝 means morning 早上的意思 暮 means evening 晚上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 它 朝和暮 早上和晚上 它是一对反应词 好 这个呢 这个有点难 知道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只是想要许个名字 弱 比如说 它 它 非常的 好 我记得在英语里有这个词吧 我没记错吧 strong very strong 很强 它很强大 比如说 有很多肌肉 很强壮 好 在这里是强 它的反应词是什么? 在英语里面 weak ok weak 那weak 在这里就是弱的意思 这个 means strong 这个 means weak 所以它是一对反应词 在汉语的成语里面 有很多 我只是举了这么几个例子 还有many many 还有很多很多 我举不完了 我只想告诉大家 成语里面有很多这样子 它就是用到的反应词 反应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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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来造成的一对成语 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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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是吗 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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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些成语没有关系 不怕 因为我们没有学过 你不了解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是这个词 左部右派 很简单 好 你们告诉老师 你们先看这个字 你们先看这个字 这个字读什么 目 目 好 这个字组在一起 就读看 这个字读看 这个字读看 好 大家告诉老师 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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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什么 什么 什么 目是什么意思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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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眼睛 我们叫做目 所以这个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的汉语老师 有没有教过你们 这是一个good method 非常好的汉语方法 比如你现在没有字典 你今天忘记带字典了 你的旁边没有中国朋友 你突然看到这个字 比如说你现在在参加HSK考试 没有人帮助你 你不可以查读点 你突然看到这个字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我教你们一个很好的方法 猜 guess 怎么猜 因为这个字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在汉语里面 中国的古代 我们古人说目 意思就是眼睛 所以我能猜到这个字 它至少是和眼睛有关的 那我想问大家 我们的眼睛是用来干什么的 看 看 看东西的 你的两只眼睛就是用来看东西的 所以这个字 它一定是和看有关 看 什么意思 留住 我现在在等一个朋友 我在等我的男朋友 他一直都没来 我就这样看 还没来 他在哪呢 这个字就是看的意思 他和眼睛有关 眼睛是用来看的 所以这个词 它其实就是看的意思 它是一个word 风词 左顾右看 意思就是 左看看 右看看 就这个词 左顾右看 左看看 右看看 然后这个字 在汉语里面 我给大家讲一点 非常有意思 没有时间了 不然可以给大家多讲一点 故 你们记着 这个字 你们学过这个字吗 夜 夜 学过吗 比如说 这是一本书 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这个叫夜 但是实际上这个字 在中国它还有一个意思 指的是你的hand 头 人的头 我们中国古代的人 说目 意思是眼睛 如果他说夜 说明的是你的头 所以这个字 如果你在考试的时候遇到 你不知道哪个字点 guess 猜 这个字一定和头有关 其实他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回头 什么叫回头 这个就叫回头 比如说现在我在走路 然后only one 他说 徐老师 我说 嗨 这个动作就叫回头 所以其实他这个左顾右看 就是 回一下头 看看 不在 然后呢 这样看看 嗯 开定了 然后就这样 就是左看看 右看看 然后回头看 你在等你的朋友 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来 就是这个意思 非常简单 明白了吗 明白 谢谢